民企党五度参选人今天联合造势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郝龙斌跟新北市的朱立伦 今天则是把握假日的时间跟民众多做互动 朱立伦到新店碧坛水岸文化园区宣誓未来的水岸建设 而郝龙斌则是帮小马联盟绍棒赛来开球 乖乖的立正站好 让老师傅剪出一模一样的人形 朱立伦来到新店碧坛的水岸文化节感受水岸文化 还当场挥豪写毛笔 更不忘戴上安全帽 在河岸的自行车道上来一趟自行车之旅 也不忘提及自己对新北市水岸建设的规划 新店水岸文化是非常的精彩 那将来的新北市不会只有碧坛这一小块而已 我们会延伸到整个大台北地区 所有的水岸文化要让它更美丽更精彩 朱立伦说从竞选桃园县长开始 就常常骑自行车到村里拜票 早就有铁马阿伦的外号 未来会串联新北市和台北市的水岸建设 推广自行车运动 不只新北市有愿景规划 台北市长郝龙斌争取连任 也要在运动政策上下功夫 我们争取到明年 IBAF世界哨棒锦标赛 在台北举行 除了这小马联盟哨棒赛主持开球 郝龙斌也强调 明年台北市即将主办第一届的世界哨棒锦标赛 也希望借由提升棒球运动 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 节目综合报道